疫苗開屏以後怎麼辦 朱醫生你們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我講一下這個 這個真的是很好玩 剛開始打疫苗的時候 這個因為我的親人在 勢力聯誼在這樣打疫苗 他一定要先把人叫齊了 當他做到好了 開始看的都要每個人到了 他才敢開 開了才這樣打打打打打 因為他很怕這樣一開始開 因為一開始是AZ 所以大家有想來不想來 所以就就就就不容易遭到 所以他有效 開屏以後多久要打完 他們有人說六個小時到八個小時 其實應該可以更久了 但是就小心 反正因為你就一直抽來抽去 因為我們每抽一抽一個針 因為他不是一針製的 他是五CC的就是放在裡面 你每一個都要先抽抽了 然後再出來打 對對對 好那剛開始的時候 就剛剛就是要先摳人 全部到齊才能打 後來又發現三CC的空針 跟兩CC的空針 因為他管徑比較粗 所以那而且他的刻度比較不準 所以有時候打到十個 就就沒有了 後來就改那個TP空針 就可以打得比較 因為我們打胰島素的針比較小 比較細 所以就可以打十個 後來就是說再可以打十一個 然後再偷一偷可以打到十二個 這個都出來了 那後來現在開始打疫苗的時候 那還有更好玩的一件事 就譬如說現在 因為你到最後不知道有多少人來 譬如說你晚上九點了 打了打了一針 那個一罐打開了 打開了之後 你抽了都抽出來了 結果只來了八個人 那增加兩針怎麼辦 哇就狂摳 你三分鐘之內 可以趕快趕過來 五分鐘之內 可不可以趕快 對對對 要關門 人家趕快 因為不叫完這兩針就報廢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出來 就是說這個打疫苗 真的是一個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然後也看得出來 我們的疫苗的這些工序 因為他診所也不敢亂打 因為開了之後 你不打的 然後他會檢討你說 為什麼開了那麼多 那因為那時候疫苗又缺 所以我說是整個制度的 可能要改 那本來說預約的 預約又有人不來 那即便我們醫院內 都有可能這種情形 更何況你說在社區 所以事實上是打疫苗 是一個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疫苗地圖這個事情 我之前也有注意到 我們也講是說 南韓他可以用APP去做配對 讓每一個疫苗都不浪費 也減輕醫護人員的負擔 因為如果說如同剛剛我們的醫師講法 醫護人員真的很辛苦 是要施打疫苗 要幫忙安撫家屬情緒 然後還要做整個這個防疫的動作 最後還要負擔一件事情 要被業績 就是說開瓶疫苗之後 至少還要找十個人來施打 那如果說找不到十個人 還這個可能會被檢討 因為每一個都是有健保卡去登記 陳時中部長 我記得兩個禮拜前 我們在立法院做這個第三次 第四次的這個紓困預算的 這個討論的時候 他自己就在回答我們委員的問題的時候 他就講我們疫苗打得非常的好 所以一瓶可以打十點五人 當時是陳時中部長很自豪的 講說我們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可以一瓶打十點五人 所以換句話講是說 中央本來就已經有注意到說 一瓶疫苗 只要我們可以節省的用 可以多打一些人 也因此過去這一年裡面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應該馬上就要去做一些滾動式檢討 甚至就說把這個指示指南給定出來 如果說真的一瓶疫苗裡面 還有剩餘的殘劑的話 應該要怎麼用 而不是讓基層的醫護人員 或公務人員去做悲哲黑鍋 最後我們也講是說 這絕對要有同理心 為什麼要同理心 其實就是疫苗不足 如果說真的疫苗足的話 今天這個醫護人員 他把剩餘的殘劑給 譬如說他的一個家屬施打 其實我們都講 醫護人員打疫苗非常重要 醫護人員的家屬 要不要也應該列為優先對象施打 其實某程度上也應該 所以我們真的還是要說 如果疫苗還不足的情況下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還有這種官僚式的態度 來去嚴苛來去苛刻的話 其實是不盡人情的 我補充一下 原先他是說跟醫護人員同住的可以打 所以大家就可以打 後來現在又規定不行了 那最重要剛剛講的這個 就是到最後 因為他疫苗他不敢 不敢現在先叫別人來 為什麼你可能到九點才休息 那他如果八點半進來 你要不要給他打 你要給他打 所以他一定要到最後 最後快到九點了 真的確定他就殘留 真的都確定沒有人來了 然後你跟他說不能來 那剩了三隻怎麼辦 你才能趕快叫人 所以搞得大家就像剛剛講的 因為疫苗不夠 疫苗施打的順序又亂 然後這個大家又不敢違法 因為一罰就是三萬到兩百萬 對不對 那診所很怕罰的 他搞不好這樣一罰一天就不要 就這薪水就沒了 所以搞得大家就是里外都不是人這樣